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影竹台背后的首映红毯上 这个谜底终于揭晓 李宇春以一身中国红造型亮相 经过我们小编的一番努力 在李宇春踏上红毯之前 我们就第一时间采访到了身穿礼服准备上红毯的李宇春 我们其实这次在服装上面还是挺认真准备的 然后呢也试过很多不一样的一些颜色啊款式啊都有 包括一些裙装也有尝试 但是我还是希望以最自信的我 最像我自己的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也很独立 然后就展现给大家就好 据了解李宇春当天所穿的礼服 出自一位英国设计师之手 这身大红色的裤装 最大的特点是背后有一条接近两米的 类似裙摆的设计 看起来十分霸气 不过当初在试装时 李宇春对自己的身材还不是很自信 其实我之前在试的时候还有一点担心 因为他是需要很瘦的人 然后其实对 但是但是没有模特瘦嘛 模特一般都很瘦 然后所以所以当时在选择的时候有一点点担心 然后他对这个就身高也有一点要求 所以后来我们一试以后就觉得哇不错 所以就就立刻选择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嘎那电影节 可李宇春看起来没有丝毫紧张感 我觉得因为今天我不是作为就是演员啊 或电影人的身份来来参加 所以其实反而不会有太大压力 据悉李宇春接下来还会在嘎那 陆续参加各种电影及时尚活动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优酷全娱乐法国嘎那报道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